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Amy 直發到情人節 我知道今年大家不能出家吃飯 所以我今天會和大家一起準備這個情人節晚餐 會做兩樣東西 第一樣就是這個蒜香番茄大蝦意粉 第二樣就是有朱古力 所以會做這個朱古力麵包布丁 放心,這兩個菜式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所以大家就可以輕鬆完成 可以和你的另一部一起做飯 好,那我們馬上開始吧 我阿明和大家一起準備這個晚餐 我會和大家一起買菜 這次就要感謝Foodpanda賺了這次的影片 我們會用這個panda mark去買菜 我已經下載了它的app 讓我進去 我們可以選擇生活百貨那邊 其實它是一個網上的超級市場 大家可以選擇自己需要的食材 可以看到它的介面有不同的分類 有新鮮的食物 急凍食,蛋之類 大家就可以因應自己的需要去買食材 首先我要買了蝦 蝦很有特價 還有蒜頭 意粉,麵包 蝦有特價 剛剛已經下單了 等它送過來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了 買了菜,我覺得很搞笑 很期待,快點送過來吧 對了,我們很快的食材到了 讓我看看 第一眼已經看到雪糕 還有一盒蝦 我們就可以馬上開始了 第一樣,我們會先做蕃茄大蝦意粉 詳細的材料在這裡 可以做到二人份量 我們就可以加點鹽和橄欖油 我們就可以攪拌一下 攪拌一下 讓鹽溶完 我們就可以放一些意粉 這次兩人份量 我們就可以拿大雜 放下去 扭一扭,它就會散開了 煮多久呢 大家可以看包裝袋上面 通常都有寫時間 我這次就煮7分鐘 因為待會放到蕃茄那裡 我會再煮多一會 在意粉煮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準備其他材料 我們就可以把青梨茄洗乾淨切半 蒜頭切片 一樣就可以處理蝦 我們就可以把角和眼睛剪掉 再把腳也剪掉 再在背部剪一下 就可以方便我們開邊 我們就可以把刀放進去 然後割一刀 就開了邊 我們就可以打開它 把蝦腸拿出來 對,7分鐘過了 我們就可以夾起意粉 記得留起意粉水 大概200毫升 待會煮意粉有用 所有材料都準備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了 我覺得現在有點像放太 這個聲音很像 我們就可以加些橄欖油 可以多加一點 因為我們會先放蝦去爆香 蝦膏和蝦頭的油就會出來 這樣就會很香 我們就搖一搖 搖一搖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蝦下去 慢慢放下去 小心不要把水倒進去 因為會彈油 蝦頭的蝦膏味已經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開中大火爆香 你看到很快 其實它已經轉了色 我們就可以翻一翻它 當蝦已經轉了紅色 它的殼已經爆香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小片都放進去 真的很香 聞到蒜香味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番茄都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加一點鹽進去調味 然後就炒大概一至兩分鐘 這個時候 番茄已經開始軟身了 我們就可以加上剛剛的意粉水 我們就可以逐少加入 煮大概兩分鐘 讓番茄仔可以軟身一點 如果你怕蝦太老的話 其實你可以先夾起它 但我覺得連殼 其實蝦沒有那麼容易滷 也OK 兩分鐘之後就可以把意粉都加進去 我們就拌勻 讓它可以吸收到醬汁 大概煮一至兩分鐘 讓它有一點收汁 這樣就可以了 我大概煮了兩分鐘 我們就可以調味了 再加一點鹽進去 因為剛才的意粉水已經有鹽 那就不用加太多 其實會再加一點糖進去 因為那些車離奇會有一點酸味 加一點糖進去 就會甜點比較好吃 最後會加多一點黑胡椒和香草進去 加之後我們就可以拌一拌 這個時候你看它已經收了醬汁了 最後我會加多一點橄欖油 吃下去就會滑 還有香 就完成了 可以上碟了 其實橄欖油你可以吃之前 淋上去也OK 我們的主菜就完成了 吃完主菜回來 我們就繼續做甜品 甜品就是這個 巧克力麵包包丁 材料就是這些 都是二人份量 我們先切麵包 好香 然後我會連皮切 把它切成四方粒 在放麵包粒進去焗盤前 我們就可以塗一層牛油 那邊吃下去就會脆一點 而且蛋不會黏住焗盤 我們上了一層牛油 我們就可以把麵包粒都放進去 這裡我大概用了一兩塊多一點的方包 下一步我們就要準備這個巧克力 我們就要再溶掉它 先的 放了巧克力下去之後 我們就可以加上忌廉 再一次過再溶它 就加150克的忌廉 剩下50克的忌廉 我們就可以留一會兒做巧克力醬用 然後就可以再加100克的牛奶 就可以把巧克力再溶它 開最小最小火再溶它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怕肥的話 其實也可以不加忌廉 加上牛奶也可以 但是加了忌廉 其實布丁吃下去會重奶味很多 而且會香滑很多 所以我就加了 等到巧克力已經溶掉 就可以拿起它了 而且因為我加了巧克力 所以我就不要再加糖 如果你想做完美的話 就可以放巧克力 然後加大概20-30克糖 拌勻它就可以了 在加上麵包之前 我們就要加一隻蛋拌勻它 我們就發勻它 然後呢 我的朋友在這裡 其實它有一個隱形的位置 超香 所以我建議大家 加一些真巧克力 就不要用巧克力粉 因為巧克力粉 可能有顏色有味 但是就沒有那麼香 那把它拌勻完 我們就可以把它倒下去了 我們只需要平均淋滿所有麵包 就可以了 之後就可以輕輕地按一下 讓它浸到蛋液 就盡量鋪平一點 就方便我們一會兒可以 放一球雪糕在中間 倒掉蛋液之後 我們就可以包好它 然後放進雪櫃 就算最少20分鐘 就可以等它吸收一下蛋液 其實這個甜品的準備功夫 大家就可以在煮意粉之前已經弄定 大家吃意粉吃到差不多的時候 就可以拿它焗 吃完飯就可以直接有甜品吃了 對 等了大概30分鐘之後 就可以拿它焗了 以熱烤爐180度焗20分鐘 在麵包布丁焗的時候 就可以準備了巧克力的淋醬 這個醬其實可以弄 可以不弄的 除了大家喜好 我覺得淋上去會開心一點 而且重巧克力味一點 所以我就弄了 這個醬很簡單 只需要把黑巧克力和忌廉放進碗裡 然後就可以再用它了 就可以開最小的火 再用它 再用完巧克力之後 就可以加一點點海鹽 拌勻它 就會變成這個海鹽巧克力醬 這個時候就可以看回我們的麵包布丁 你看到它已經有點焦焦的 夠了 就可以出爐了 就可以趁熱放一球雪糕上去 再淋上這個海鹽巧克力醬 很快我們這個巧克力麵包布丁就完成了 看阿哥你怎麼看 很美味 很美味 你有沒有以為是假的 是不是也很美味 很重的巧克力味 剛才塗了牛油在邊是正常的 因為它不會黏著 而且邊都是脆的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只要在2月28號 如果你是用PandaMark 又或者PandaMall 只要入分這個曲 首張單買滿100元 就會有50元的折扣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分享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給影片一個like 還有按鈴鍵之餘 再按旁邊 你才會收到外面的通知 歡迎大家所有拍什麼影片 都可以留言給我 最後祝大家情人之快 還有沒有情人的話 都可以煮飯吃的 好 今天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